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陕西师范大学于庚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大唐英雄传誌 好汉程咬金 这个程咬金跟那个秦琼一样 那都是唐代的传奇人物 也是说唐和随唐演艺里边的主角 但是问题就在于历史上真实的程咬金是什么样的呢 这是咱们今天这一讲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围绕着程咬金 咱们有三问 第一问 程咬金是草根出身吗 在民间文学里头 程咬金是完完全全的草根出身 说他家住济南幼年丧妇 跟着母亲逃荒到了山东历城 卖过丝盐 打死过普快 还坐过大牢等等等等 那么真实的情况呢 正史里头啊 你别说还真没记载过程咬金的家事究竟如何 不过好在呢 这个现在啊 呃 他的木质已经出土了 根据他的木质的记载 他是山东济州东厄人 他出身寒微吗 恐怕不是那样的 他的父亲呢 叫程楼 是济州的大中正 这个职务证明 程家是济州的地方豪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中正这个职务是干什么的呢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这个官职 这个呀 是负责点评地方上的人物 给地方人物打分 根据他们的点评官府来任命官员 所以这个职务很重要的 而这个职务历来都是留给地方上的豪族来担任的 那么有个问题了 既然他爸爸掌控着官员任命的大权 怎么程晓金没弄个一官半职当当的 那原因太简单了 他家是北齐的官员 你北齐的官员 到了北州灭北齐之后 那就什么都不算了 从这点来说 你说程晓金算是一草根也行 不过我跟你说 瘦子骆驼比马大 人家程家仍然是大族 第二一问 程晓金的武功究竟如何 哎呀 民间文学里头 那可热闹了 程晓金的武功 大家都知道 太有名了 三板斧 而且就三招 多的没有 对吧 见到敌人程晓金 咔嚓一斧就劈过去 你接得住 程晓金也就拿你 没办法 接不住 那你小子就倒霉了 所以说程晓金在民间文学里 打起仗来 那是带点二劲的 对吧 也是很有喜感的 但是实际上的情况呢 程晓金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吗 旧堂书《诚之节传》 记载说 少骁勇 善用马朔 也就是说 程晓金善于用的是长矛 没有史料记载说 程晓金曾经使用过 板斧这种特别带有江湖气息的武器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 这个咱们民间文学的这些小说家们好像很有意思啊 就跟那个关羽一样 关羽明明善于使用长枪 但是却要给他栽一个那个青龙艳跃刀 这个传奇人物不用点传奇的兵器 他们觉得好像有点不大舒服 所以民间文学里头 程晓金就用了这么一个板斧 跟他性格如此搭配的这么一个武器 第三位 他怎么有这么个草根的名字 程晓金 这名字也太接地气了 要说你家不是文官出身吗 文官出身应该很有文化 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呢 我估计啊 晓金这个名字 他极有可能就是个浑名 或者是乳名 大家知道乳名都不大哑观的 狗蛋二圣子 对不对 那他为什么用这个名字呢 因为你想想 战乱年代 他带着一帮绿陆林好汉 四处冲杀 这些人都是些草莽之气 那你不带点脾气的名字 你镇不住这些人呢 所以他来了这么个 程晓金这个名字 他大名应该有 但是周围人可能都不知道 他自己也不大用 长久以来这个名字就作废了 古代这个名字不是没有先例啊 有的 在史记当中 程晓金这个名字实际上很早就不用了 你去翻史记 你去看 晓金两个字出现的不多 更多的是程之杰这个名字 而程之杰这个名字 应该是后来改的名 什么时候改的呢 我估计是在投降唐朝以后 何洛记曾经记载说 王世冲将兵为新安 将军程晓金 率其徒以归役 也就是说 投降唐朝之前 他还叫做程晓金 那么后来 他在历史上再出现 就以程之杰为名了 字 亦真 这个名 和这个字 合到一起 那是有讲究的 大家知道 中国古人的名和字啊 他往往意思是相连的 比方说 李白字太白 对不对 王为字摩羯 合起来 为摩羯 佛教传说人物 为摩羯 所以 这个程之杰 和他这个字 一真 合起来 就是说 有节操 忠贞的意思 这是新王朝 对他的期待 综合以上 我们可以看到 历史上真实的程晓金 和明晓晓金 有很大的差异 不过这些都是皮毛 真正差异大的 是程晓金的 个人的素质 能力 和谋略 这个 与民间文学当中 那个混世魔王 有比较大的差距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 精彩继续 历史上真实的程晓金 和民间文学中的程晓金 可以说是完全不同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程晓金 他又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呢 进行关注系列节目 大唐英雄传之 好汉程晓金 历史上真实的程晓金 是个武功高强的英雄人物 在隋朝末年 天下大乱的时候崛起 而且程晓金后来 也成了瓦岗军的将领 瓦岗军是随末风起云涌的 起义军中最大一股势力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程晓金 他在投奔瓦岗军后 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我们下面来看一看 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首先 他是一个很有勇的人 他是瓦岗军的大将 但是他是如何与瓦岗军建立关系的 这个就不大清楚了 当时是战乱年代 揭竿而起的人很多 有的人自立山头为王 手下少的几十个人 多的成千上万 而这些人往往也成为 各路军阀所争取的对象 那么我估计就是瓦岗军 主动去招募这个程晓金 那么 程晓金投奔了瓦岗军之后 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当时瓦岗军的头目 已经是李逆了 李逆这个人 很有谋略 很有胆量 对手下的人也很不错 所以呢 在他手里头培养出了一大批军事人才 这些人到了唐朝 就成了国防的中间力量了 程晓金就是其中一个 在瓦岗军里头 程晓金毫无疑问 那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李逆任命他为内军朴旗 当时李逆手下 军队当中 李逆挑了八千个勇士 组成了一支军队叫做内军 军中之军 骁勇善战 号称可敌百万 而这八千人 分给四个将军 去管理 秦琼算一个 程晓金算一个 所以说程晓金是非常受重视 至于民间文学里边说 程晓金后来还成了瓦岗寨的首领 号称叫做混世魔王 我得说一句 这个真没有 纯属杜撰 瓦岗军失败以后 很多将领被迫投降了王世冲 秦琼和程晓金 也是这样 不过对于王世冲 程晓金的主意很正 一开始他就看的不是个东西 事实证明他看的很对 王世冲这个人咱们要说一说 这个人呢 是随末战乱当中 崛起的一个野心家 此人研究过兵法 也研究过战补 人很聪明 而且非常雄变 有时候跟同僚 进行辩论的时候 大家明明知道他不在里 但是呢 谁也说不过他 雄变吗 后来他曾经担任过江都城 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极尽谄媚之能事 史基基来说 他不遗余力的满足随杨帝的奢华生活 而且到处去搜罗那些真奇的玩物 来满足随杨帝奢侈的生活 随杨帝尤士也特别的信赖他 后来 农民起义爆发了以后 他镇压农民起义 有功 当东都洛阳 受到了瓦岗军的威胁的时候 随杨帝就想起他来了 派他率军来支援东都洛阳 结果 王世冲与李密 先后打了一百多仗 双方是不分胜负 不久 发生了一件大事 在江都的随杨帝被宇文化吉给杀了 然后宇文化吉率领着江都的十万禁卫军浩浩荡荡的向中原进发过来 消息传到洛阳的时候 举城哀道 然后大臣 雍立 黄太主 为新的皇帝 而雍立他的人 是什么呢 是什么人呢 是袁文都和 卢楚等人 此时 形势非常的微妙 城外 由瓦岗军李密 远方有宇文化吉正赶过来 怎么办 东都的人是想打宇文化吉的 要为随杨帝报仇 可是拿李密怎么办 袁文都想起一招 叫做一石二鸟之计 袁文都提出 咱们不如联合李密吧 用咱们府库当中的金银财宝去贿赂他 然后让他去打这个宇文化吉 什么叫一石二鸟呢 让他们来个两败俱伤 咱们收个渔翁之力 多好 于是他们派遣使者去跟李密 讲和 而李密这边的心态也就值得探讨了 按理说李密这么聪明的人 敌印的计策他应该看得懂啊 但是他接受了 我估计他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对他来说 他这边也存在一个两线作战的难题 这边有洛阳 这边有宇文化吉 我家在中间 多难受啊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洛阳主动讲和 多好 我可以先顾这头 而且我估计李密也有自己的算盘 李密是怎么想的呢 他觉得呀 他觉得以他的智力和能力 绝对能够把洛阳给耍一通 怎么个耍法呢 就是说我击败了宇文化吉之后 我趁着你们麻痹 然后我再来打洛阳 我把洛阳也拿下来 多好 所以他接受了 在战场上 马刚军是奋勇冲杀 程咬金是身先士卒 这一仗打得非常的凶险 宇文化吉被击败了 但是瓦刚军也是元气大伤 伤亡非常的惨重 不过好在这个程咬金呢 没事 不过此时东都城内也在酝酿着巨变 怎么回事呢 刚才我说了 组合的是元文都和卢楚等人 而王世冲是不买账了 结果他就发动了政变 杀死了元文都和卢楚等人 然后架空了皇太主 掌控了整个洛阳的这个大权 李逆战胜了宇文化吉之后 正高兴着呢 想进洛阳城来见一下皇太主 结果听说洛阳城发动政变了 赶紧退回去了 双方又恢复了对峙的局面 要说王世冲这小子真是诡计多端 当时有个什么形式呢 李逆啊 占据有以前隋朝的国家粮库 落口仓 所以他手里头粮食特别多 而东都城缺粮食 东都城里好多人呢 就跑出去投奔李逆 每天都有人跑出去 那么王世冲就想了一招 他手里头没粮 可是他手里头啊 有好多的布帕 李逆那边呢 有粮 可是李逆呢 手里没有布帕 士族啊 没有衣服穿 所以他跟李逆提了个建议 咱们来个振钱交易吧 互通有无 李逆想都没想 说好啊 行啊 结果双方就交易了 等到粮食一运进这个洛阳城 好 洛阳城的人心就稳定下来了 出来投奔 瓦刚军的就大为减少 李逆是后悔不迭 此时的瓦刚军已经是元气大伤啊 王世冲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 他想一举打掉这个瓦刚军 当时他过来挑战的时候 瓦刚军这边也召开了会议 商讨咱们应该怎么样应对 史机当中没有记载说 程晓晋在这个会议上发过什么言 但是程晓晋的那个老上级 陪人机 他有个发言 他坚决主张兼避轻野 避敌不出 等待敌人粮食吃尽了以后 在后面掩杀 可获全胜 而单雄信的人 则持不同意见 单雄信说 王世冲算什么呀 手下败将 对不对 今天送上门来了 咱们应该一鼓作气把他拿下 李逆最后同意了单雄信的建议 由此可见 单雄信也好 李逆也好 他们都脑子当中啊 都犯了一个兵家之大忌 就是轻敌 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大战 而这场战役的前哨战 正是程晓晋打的 当时王世冲的军队 首先攻击的就是单雄信的部队 单雄信告急 这边李逆派遣裴行严和程晓晋两个人去救援 结果裴行严中箭 从马上掉下来 敌人上来就要活作躺 程晓晋箭撞 上去挥舞着长枪 把敌人赶跑了 然后把裴行严抱起来 放到了自己的马上 自己也上马 然后带着裴行严往回跑 一匹马上两个人 他跑不快啊 结果就被敌人的骑兵给撵上来了 有一个敌兵追上程晓晋之后 用他那根长毛 一下就刺了过来 旧堂书和资质通鉴在记载这个动作的时候 用了一个词 叫做什么 叫做刺术动过 哇 这个词很惊悚啊 啥意思啊 那不就是已经把程晓晋给刺穿了吗 那程晓晋还有得活吗 新唐书的作者 好像觉得这事有点不可思议 因此他用的是另外一个词 他说追兵以朔撞去 意思是说那个追兵很温柔很温柔的 拿朔撞一下 那可能吗 也许他有他的史料来源吧 不过 我这里要说的是 在战场上身体受了贯通伤 但是还能继续战斗的 古今中外也不乏先例啊 只要没有伤到要害部位 比方说肩膀这些地方 对不对 这个时候 程晓晋才给你们展现一下 什么叫做小宇宙爆发 受伤了的程晓晋 转过身来 硬生生的折断了敌人的毛杆 然后把这个敌兵给杀死了 其余的敌兵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大惊失色 赶紧驻足 再也不敢追了 这就把裴行年的命 给救下来 然后程晓晋 又和其他的人一块 掩杀过去 与敌人打成了一团 这一仗 程晓晋算是净显了英雄本色 可是 在后来的决战当中 程晓晋销声匿迹了 我估计有可能就是那一枪给他造成的创伤 使他缺席了后面的战役 前哨战 打胜了 哇 这下子更使得李密骄傲起来了 王世松见状 埋伏了两百个骑兵 到李密的大营的旁边 然后连夜的发表战前演说 鼓动自己的士兵 第二天再与瓦岗军展开一场大战 双方战况正胶着的时候 那两百个骑兵 冲进了瓦岗军的大营 然后四处纵火 瓦岗军一看 阵脚大乱 结果四散奔逃 明镇一时的瓦岗军就此失败了 程晓晋投奔了王世冲 但他为什么后来又脱离王世冲的队伍 去投奔唐朝的李渊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大唐英雄传之 好汉程晓晋 程晓晋作为瓦岗军的将领 在瓦岗军失败后 和秦琼等人一起投奔了 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冲 但没过多久 程晓晋又寻找机会 从王世冲的队伍中逃脱出来 去投奔唐朝的李渊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除了游勇以外 程晓晋这个人呢 又是一个能屈能伸的人 大丈夫能屈能伸呢 程晓晋就是这样的 战争失败了 老上级李逆投奔了李渊 而他则和裴行年等人 一块投降了王世冲 王世冲非常的重视他 高官后路都给了他 可是程晓晋始终看不上 王世冲这个人 为什么呢 我估计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点恨其颤媚 要知道王世冲是当年 靠拍隋阳帝的马屁上来的 作为一个耿直的武人来说 程晓晋很可能是看不惯 王世冲这种小人的 第二 厌恶其无气质 王世冲胜了李逆之后 那叫一个得意 很快就废掉了皇太主 赋力为帝 国号叫做正 年号叫做开明 刚当了皇帝的时候 你没见 可有意思了 王世冲决心当一代明军 怎么个明军法呢 广开沿路 他命令人在顺天门外摆了个座位 坐在那里听着 广开沿路嘛 让老百姓都可以自由的来上书 我在西朝堂听老百姓诉讼冤狱 我在东朝堂听老百姓上书直见 不错吧 挺好吧 挺民主的吧 可惜三分钟热血 怎么呢 沿路一开 老百姓每天上书几百封 他看着看着他就腻歪了 这朝上了没几天 再也不上了 一个老百姓也不见 而且这个人呢 还有个毛病 什么毛病呢 没有皇帝的气质 他是个话道 每天是口若玄和 叙叙叨叨 说个不停 那一句话翻过来覆过去的说 上朝按理说是皇帝跟大臣们讨论事宜 对不对 只要一上朝 您放心 就听他一个人说 而且这一句话翻过来覆过去 千头万绪 使积积在说 世冲美听朝 必殷勤慧誉 言辞重复 千端万绪 百思奉事 疲于听寿 大家只有听的份了 疲于奔命 所以说这个人呢 没有皇帝应该有的那种稳重 以及一言九鼎的那种气质 第三 恨其杀害 裴仁姬和裴行严 裴仁姬和裴行严是父子关系 咱们前面讲了 裴仁姬是秦琼和程 程耀金的老上级 而裴行严是程耀金在战场上豁出命救出来的 这两个人也看不惯王世冲 他们在城中日谋政变 想杀死王世冲 然后把皇太主找回来 重新拥立为帝 结果事情败露 王世冲先下手为强 把裴家父子来了个满门抄斩 然后顺手把皇太主也给杀 这件事情我估计让程耀金等人是愤恨不已 杀了自己的朋友 这个不说 关键是 他们跟裴家父子一样 都是瓦岗军那边投降过来的 这是一种纯王齿寒的感觉 所以他们就决心要离开这个王世冲 当时程耀金 他们在密谋的时候 程耀金的主意是最正的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番话 王世冲这个人气量很小 很浅薄 而且呢 就好说大话 又爱赌个咒发个誓 这明明就是个老巫婆嘛 这岂是拨乱反正之主啊 跟着他长久不了 所以他们下定决心要走 结果就在 王世冲与唐军 对战的这个当口 他和秦琼等人策马而出 投奔了唐朝 从此弃暗投明了 除了勇猛 能屈能伸之外 他还是个有决断力的人 在阵前 得了程耀金和秦琼这样的大将 那当然 庞高祖李渊 非常的高兴 李渊命令 两个人到李世民的麾下去听令 李世民 那是巴不得呀 而程耀金 也就为李世民死心塌地的效力 履历战功 在后来的统一战争当中 程耀金没有拉下任何一场重要战役 统一战争当中 程耀金 是知公志伟的一员战将 他后来能够名列林彦阁 这也是原因之一 在玄武门事变当中 程耀金也是一个重要人物 这场政变 展现了他的决断力 他是太子和齐王 眼中钉 肉中刺 曾经有一次 太子和齐王 在老皇帝面前点眼药 要求把程耀金 放外任 任命他为康州刺史 康州在哪 在今天的广东 一杆子给支那么远 什么意思 那就是在关键时刻 让你没法在秦王府里面效力 这个时间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 史料记载并不一致 你比方说 这个两堂书的成直结传 记载是武德七年 成直结碑 记载是武德四年 而资质通鉴记载是武德九年 你要问我的话 我觉得资质通鉴的记载更为可靠 为什么呢 只有武德九年才是一种剑拔弩张的时候 当时这个任命的命令一下来的时候 程耀金马上就判断出 这是太子和齐王要动手的一个信号 他找到了秦王 劝告秦王 说你要早下决心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大王手臂金并剪除 身臂不久 之杰已死不去 怨速自全 你的左膀右臂都被搞掉了 你要早下决断 你知道吗 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我们都被赶走了 下面死的就是您了 所以说他也是促成李世民下定决心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程之杰穆志明记载说 当时他寻奉教留住 没有去康州 奉教 什么叫做教 亲王的命令称之为教 换句话说 谁把他保住了呢 也就是李世民把他保住 没有让他去康州 玄武门事变当中 程耀金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当时程耀金也跟着来到了玄武门 在这场事变当中 程耀金跟秦琼御师静德一样 也是鞠躬至尾的呀 程之杰穆志明记载说 玄武门事变之后 他因公受赏 什么赏呢 捐六千匹 骏马两匹 还有一大车的金银器 并败为右五位大将军 十十封七百户 他最后能够登上林彦阁 就是两重工军 一个统一认证 一个玄武门事变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李济是唐朝著名的军事将领 一生战功无数 他最大的特点是 为人处事有一套自己的准则 那么这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命运呢 敬请关注 打唐英雄传誌 特立独行的李济 程耀金在唐朝统一天下的战争中 立下了褐色战功 在惊心动魄的玄武门之变中 也是秦王李世民非常倚重的心腹大将 但武功高强的程耀金 却是一个缺乏全局掌控力的人 当他独挡一面 邻军出征的时候 就容易做错事 那么他会犯什么样的错误呢 在整个贞观年间 程耀金一直是顺风顺水 到了高宗时期 他仍然很受重视 但也就在高宗时期 他迎来了自己的一个人生低谷 怎么回事呢 征讨西图诀 阿什纳赫鲁 被免关了 这个程耀金这个人呢 咱们前面讲了 他是一员汉将 他是人们心目中的一个硬汉 这都没问题 可是有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您意识到没有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他一生打仗 都是在别人的麾下 受别人的指挥 他从来没有独党过一面 因此 当机会来了 让他独党一面的时候 他的这个领导力的欠缺 就暴露出来了 永辉六年 程耀金被败为 葱山道行军大总管 讨伐西图决的沙伯罗克汗 所谓行军大总管 就相当于方面军的司令员 这是一个战时临时任命的一个职务 刚开始的战事还是比较顺利的 程耀金分头进军 接连几次战役都取得了胜利 尤其是在战场上 涌现出了一颗新星 谁呢 苏定芳 苏定芳这个人后来啊 可有名了 这个人为唐王朝是东征西讨 是唐朝军事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 此时呢 他还比较年轻 他在程耀金的军中呢 担任前军总管 是个前锋 结果有一次 程耀金与敌人的主力接战 当时敌人的主力有骑兵两万 正打着呢 西图决别步又派来两万骑兵支援 所以唐军就非常的吃力 而苏定芳正在干什么呢 苏定芳啊 带领着五百人 在外面执行任务 他不在大营当中 所以他不知道 已经打仗了 他距离主战场大概有十多里远 正在那儿 把马啊 解开江省 让马在吃草 他正在那儿休息 中间还隔了道山梁 跟战场之间隔了道山梁 所以他看不见 不过 一个优秀的军人 一般都具有敏锐的观察力 以及主动求战的这种精神 他正在那儿休息呢 他往那边一看 哟 他发现 山梁那边 怎么烟尘四起啊 他马上断定 这是有一场大战正在进行 于是 他命令这五百人 赶紧给我上马 然后冲上了山梁 他往下一看 果不其然 双方正在击灭战斗 那个马蹄子扬起的灰尘啊 遮天蔽日 于是苏定方 一声大吼 你看这勇气 他虽然只有五百人 但是一个军人 间敌激战 对不对 不能避战的 所以他一声大吼 率领着这五百个骑兵 就从这个山梁上 就冲下去了 他选的这个突击的位置 特别好 怎么呢 刚好在敌人阵型的 这个腰部 这个位置上 再加上他居高临下 所以他这一冲啊 就把敌人的阵型给冲弱了 然后程晓津跟他配合起来 两相夹击 把敌人给击败了 缴获甚多 大获全胜 结果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一位小人出现了 什么样的小人呢 就是他自己没能力 就是他自己没能力办不成事 但是呢 他既贤度能 他还不愿意看见你成事 他总要给你搞点手脚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叫王文杜 是程晓津的副手 官拜 葱山道行军副大总管 这小子看见苏定芳 立了战功 心里头 打翻了醋坛子 那叫一个酸呢 他自己没能力 但是他决心 我把你们也搅黄了 我让你们也立不了功 于是他跑到程晓津面前 给程晓津出馊主意 他怎么说的呢 从此以后啊 咱们应该这样 把咱们的军队排成一个方阵 把资重放在中间 然后咱们缓慢的前进 敌人要来了呢 咱们就用方阵来迎战他 不知道大家意识到 这是个什么样的馊主意 为什么说他是馊主意 这就意味着 剥夺了唐军主动寻敌 兼敌的主动性 把主动权拱手让给了敌人 自己被动的等待 所以说他是个馊主意 而且他怕程晓津不听他的 他又撒了个弥天大谎 怎么个弥天大谎呢 他脚趾 获得了皇帝的秘纸 他说 以知节 事勇清敌 伪文度 为之节制 意思是说 程晓津太莽撞 皇帝给我一道秘纸 让我来管诉他 这个话说出来 程晓津心里头就开始敲鼓了 因为虽然他知道这个是个馊主意 可是有秘纸这事是真是假 对吧 那这儿通讯又不方便 又不能说是我发一短信问问皇上 说有这事吗 好几千里地呢 对不对 你派特使回去问皇帝 说有这事吗 等回来回答也得几十天以后了 所以他心里头拿不定主意 而苏定方听说这个事之后 苏定方非常着急 苏定方来找这个程晓津跟他说 说王文度是出了什么主意啊 这是害咱们哪 他说这个王文度这小子 出的不但是个馊主意 而且我高度怀疑 他那个所谓有旨意这件事也是编的 这小子是脚趾 不如我建议您啊 把他给囚禁起来 然后向皇上报告 可是程晓津这时候 优柔寡断 我跟你说吧 他领导力不足啊 他在这个问题上 他犯了优柔寡断的这个毛病 他做不了决断 最后他竟然决定 还是听王文度的 于是唐军就采取了 这么样一个保守的战术 这保守的战术 虽然不至于大败 但是也不能大胜啊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士兵整天顶盔冠甲 被动的等待敌人 非常的疲惫 甚至遇到什么地步呢 连马都死掉了 到了一处城池 有一些胡人出来投降 主动投降 而此时 王文度干出了一件 令人发指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他要杀福 他是这样说的 这些胡人很狡猾 等咱们回去之后 他们肯定又降而复叛 不如咱们现在把他们杀了 把他们的钱财 刮分了 结果苏定方一听 苏定方说 您这是什么建议啊 您这是 苏定方说 如此乃自为贼儿 和名发判 您如果这样干 咱们还是官军吗 咱们自己不就成了贼人吗 还号称什么讨贼啊 是不是 结果王文度不听 他真的把这些胡人给杀掉了 此举大大的败坏了唐军的声誉 也使得阿什纳赫鲁找机会逃跑 程咬金这场战役打下来 主要目的没有达到 回师长安以后 有私案查 调查过之后认定王文度杀福 脚趾 其罪何死 而程咬金 免死 但是同时免官 你也有领导方面的职责 你说程咬金这人 英雄一世 老了老了 跌了这么大一根头 当然过了不多久 唐高宗又想起他来了 又任命他为齐州刺史 不过此时程咬金 应该说是身心俱疲 他向皇帝上书 说我年老了 我想退休 皇帝同意了 到了临德二年 公元665年 程咬金去世了 享年77岁 民间文学院里头说 说程咬金活了一百多岁 这又是瞎编 不过话可说回来 77岁在那个年代 那相当高的授数 他死了以后 被陪葬到了这个昭令 程咬金就是这样的一个复杂人物 他是骁勇善战屡见其功 在大势大悲的问题上 很有判断力 但是在领导方面 又有所欠缺 总之一句话 他与民间文学当中的 那个混世魔王 绝不是一样的人 咱们前几讲 讲的都是秦王府的干将 下一讲 咱们讲一外来户 谁呢 李基 李基这个人 他的复杂性 远远的超过了 咱们前几讲 讲的这几个人 他究竟是一个 怎么样的人呢 咱们明天再见 主要是